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济报喜 众位明星为您送上欢乐和祝福 开心大吉万事横通 平造平 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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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人的事 中国文艺特别奉献 新春满堂彩 在我们的系列节目中 大家看到了许许多多平凡的人 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几乎让人瞠目结舌的挑战 这些对极限的挑战 首先需要掌握熟练的技能 另外还需要有独特的想象力 射箭很多人见过 或者说尝试过 有一位射箭教练 却这样来考验自己的射箭水平 他要用箭穿过正在旋转的电风扇 然后射中靶心 电风扇可不是一台 而是足足的四台排成一列 现在风扇已经开始旋转 就是这个速度 它这个电机的启动到它到达稳定的速度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的挑战者将会在风扇转到一定的稳定速度之后 随时开始它的挑战 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开始 来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挑战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漂亮 厉害 而且 看到了没有 拔心 拔心 怎么样观众朋友们 两个风扇 落在一起 我们的选手 要找准 两个风扇扇叶之间的空隙 将他的剑 射中后面的拔心 来 选手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吗 再上道具 再上道具 你们以为难度 就是这个吗 你们以为 只有这一个了吗 哇哦 你们以为 就四个吗 你们以为 只有电扇吗 确实只有四个电扇 但是这个难度怎么样 难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因为有四个风扇 它的速度不同 我以前没有遇到过 就是这么多干扰射箭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要在这个当中找一些规律 然后果断地设计 第一剑 没有射在法上 第一剑 失败了 这可能是心中比较机的 能够紧张的 还有两剑的机会 来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准备好了可以试一步 第二剑挑战 开始 他准备要射的时候 我不敢看他 所以我眼睛是一路盯着 那个把心来看 这个挑战项目难就难在 它有很多的英寸综合在一起 它要计算的是四个风扇旋转起来 在哪一秒可以同步 另外还要考验它的心理素质 哇 剑断了 我射第二支剑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紧张 第二剑四分五裂 现在 我在现场能够找到箭头 还有一截剑身 剑尾 所以可见这个风扇的力量有多大 第二剑断成了三截 弓箭是个弧形的弹道 弹道的计算 弓箭手通常计算风向速度 再加上它的注意力集中 四个风扇一起开始转的时候 计算的有空间的可能率 很小 只有0.3秒钟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第三剑 加油 加油 第三剑 开始 第二剑 开始 太棒挑战成功 走钢丝是一种考验胆量和平衡技巧的项目 它需要挑战者具备良好稳定的心理素质 在高达2.5米 直径2厘米 长度10米的钢丝上 挑战者稳稳地走到了终点 而这位挑战者其实就是一条狗 一条搜救犬 它不是一般的狗 它是一只受过专业培训的一只搜救犬 它挑战走钢丝是个很困难的项目 加油 祝你成功 好 来 我们掌声 有请飞雕和它的教官前往挑战区 预备 好 上 过 好 过 加油 好 上腿 后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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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啊 好 慢点啊 好 好嘞 加油 好 黑雕 棒棒的 哎 好 好嘞 好 加油 好 黑雕 棒棒的 哎 好 好 慢点啊 好 你看到训练它的训练员跟精犬的沟通 前脚照住 对 对 好 好 慢点啊 好 那狗听不听得懂 就是它们两个的心灵的沟通 好嘞 抓住啊 好 前脚照住 对 对 好 好 慢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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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 你好厉害 走钢丝的这个挑战项目 不是说每一次都能成功 每一条狗都能做到的 那可真的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训练才得来的 在最危险的场合 人可能还会退缩 会逃避 但是狗或者说我们说搜救权 从来是忠于自己的职责 很棒很棒黑雕 加油加油没关系 那个腿 他的后腿是不是有一点点受伤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右后腿右后腿 右后腿 就这条腿 好像有一点点受伤 你别急 你别牵他走来走去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让他趴一会儿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好没事没事 坐 好 这个球就是医生 好 找那个啊 因为他表示告诉这个 他的警权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还给你奖赏 再继续努力 没事啊 咱们来 好 好 好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我们会给黑雕三次的机会 随时可以开始 示意我 好 第二次挑战 开始 好 上 慢点啊 好 上 好 上 上 过 慢点 好 好 慢点 后脚 对 好 好 慢点 慢点 好 好 慢点啊 好 慢点啊 好 好 拉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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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 好 抓住啊 好 好 加油 棒棒的 好 慢点 好 慢点啊 好 好 慢点 好 慢点 好 好 慢点 好 好 慢点 好 好 加油 棒棒的 好 慢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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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眠是一个医疗和心理咨询领域的专业术语 是指被催眠者在自愿的情况下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方式的引导使人产生一种高度受暗示性的特殊状态 在中央电视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一位来自英国的催眠治疗师和他的特殊挑战者一条狐狸犬要对现场随即选出的15名观众进行催眠您觉得他能成功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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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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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催眠作为一种治疗手段 一种辅助手段 它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 今天只是亲眼所见而已 可是还是觉得难以相信 通常催眠师都有一个道具 今天它主要的工具就是Princess那条狗 这些狗确实很有特点 就是首先它是全黑的 它都没有眼白 这个也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迷离感的 这样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 它是一种长期受训练的一种 它眼睛眨不的时候是很有特点的 它是特别困倦的那样眨眼 它特别困倦的时候眨眼 就会勾起对面这个人身体内部疲劳的部分 人类对飞翔一直充满着梦想 自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 人类的飞翔梦想就实现了 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放弃 其他的飞翔方式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 两位挑战者要在空中完成特殊的动作 一位跳伞选手要在空中 踩在一位翼装飞行者的背上 并在空中滑翔一段时间 人们把这个成为人体飞毯 人类对于飞翔的执着探索从未停止 翼装飞行就是最接近于 人类自由飞翔的一项极致体验 挑战者将穿着像鸟一样的飞行服 只能够通过自身肢体的调节 运用空气动力的原理进行急速飞翔 而今天的这项挑战 人体飞毯 就是将高空跳伞和翼装飞行 两项顶级的空中极限运动结合在了一块 我身边的Bio一会儿就将率先进行高空跳伞 而他的搭档Aspin将在我们的直升飞机下方的山顶平台上等待 仅通过肉眼观察跳伞选手的飞行距离 判断出合适的出发时机进行翼装飞行 我们的两位挑战者要在超高速滑翔的过程当中 找到精确的时间点 让跳伞选手准确地站在翼装选手的背上 完成空中对接并且保持共同滑翔 我们快先进行我们的起跳点了 OK 打开舱门了 三 二 一 GO 跳了 跳了 要到一个相对的高度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最后的翼装跟随着一起跳下去了 这三眼是在反复观察他的队友的这个位置 要跳了 要跳了 两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翼装甚至可以达到时速200公里以上 那要紧快地追上降落伞选手 我们看到这个降落伞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非常非常多 其实比这个翼装飞行的速度没有慢多少 几乎是呼啸而过从我们这个山边 擦着山体就过去了 然后他们还在空中进行一个追逐 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了 完全无自主动力啊 他们是必须依靠肢体调节方向和速度 能不能踩到翼装选手的背上 S-Pen快要追上了 能不能踩到翼装选手的背上 翼装选手现在要逐渐地减速 还要减速 他们两个人才能保持同步 才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人体背台 他还在追他这个队友 马上就要追上了 我们看到 马上就要追上了 我们看能不能踩到翼装选手的背上 就差一点 两个人错开了 第一次挑战失败 太遗憾了 好的 已经安全地着陆了 他们已经打开机开门了 everything ok 他们已经成功了 我们要笑了 3 2 1 Go 笑了 笑了 S-Pen还在不断地寻找搭档的位置 那么第一次呢 一双选手也是起跳晚了 那么两个人就没有能够完成 人体飞弹的空中的对接 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 完全要依靠他的经验来判断 现在我们提到声音了 S-Pen在准备 他们走了 阵风呢 对他的飞行轨迹和速度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 我在现场呢 身体的风速呢也非常快 要求他们必须对身体保持一个 非常非常精准的控制 一双选手追上去了 速度非常的快 还有差不多20米 能不能踩到一双选手的位上 还有10米 就差一点了 能不能踩到一双选手的位上 现在他还在追他这个队友 马上就要追上了 我们看到 马上就要踩到一双选手的背上了 晃了一下 还在还在坚持 坚持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队前上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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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伞选手成功的踩在了搭档的背上 太棒了 人类原本无法飞翔 但是今天的这一对搭档 就是用这样一种与自由飞翔 最为接近的方式 完成了人体飞台 这项不可能的挑战 成功了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谢谢大家